来,今天我们来讲《如梦令》 作者李清照是杨老师最欣赏的词人之一 这是一首《以西词》 是作者在回忆往西的时候 有感而发写下的一首词 我们来看这一句 长寂西亭日暮 沉醉不知归路 李清照回忆起以前小西边的亭子 他经常和自己的小姐妹一起 喝得酩酊大醉 而忘了回家的路 性静挽回中误入藕花深处 一直玩到尽了性质才沉舟返回 却误入藕花塘的深处 争渡争渡惊起一滩欧路 以前有很多人也把争渡读成怎度 为什么呢 有很多的文献研究 说这里的争渡争渡 其实不是争先恐后的意思 而是问怎么办呢 所以争渡有可能是通甲字的怎 所以也可以念怎度怎度 他们想要赶紧的把船划出去 却惊起了在这里休息的一滩 哦 怎么样 是不是很有画面感呢 一个非常有文化的女孩子 在郊外去游玩 还喝得大醉 这在今天也是不多见的 但在封建礼教重压之下的宋代 就更为不多见了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李清照的性格当中 有任性豪放的一面 好的 这首词讲到这里就差不多了 从这首词可以看出 李清照的老爸李格飞 无愧是苏门后四学士之一 他对女儿的管理也是相当的开放 有点像现代人 同时也可以体现出李清照 这样的大才女 也会有少女的一面 也会如此的调皮爱玩 那屏幕前的家长们 你们会不会同意 李清照的爸爸 对女儿这样的教育方式呢 得晕